在我们多数人的理解中 巧言吝啬就是虚伪圆滑 可傅先生告诉我们 实际上巧言吝啬蕴含着积极的成分 尤其在今天的人际交往中 它会有助于你与他人的沟通 各位朋友 我们继续看到 《论语学》编第一的第三章 第三章很简单 只有几个字 有个人说 只曰巧言吝啬咸语人 这句话的翻译很容易 孔子说 说话美妙动听 表情讨好热络的 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 我想各位也发现 我们把人这个字翻译成为真诚的心意 恐怕很多人觉得奇怪 其实这种翻译是对照来的 你前面说你说话怎么样的 这个动听 你表情怎么样的热络 说话跟表情都是外在表现在外的 那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 而孔子念书啊 很喜欢有一种创造性的作为 古代是说 一个人只要聪明又大方 何必在乎别人去巧言吝啬呢 那孔子就把它转换了 他说如果你巧言吝啬的话 就很少有真诚的心意 所以重点在什么地方 在于人这个字 因为这次论语里面 在按照顺序念的时候 首次出现 仁义的人这个字 仁义的人这个字啊 非常特别 在仁义里面呢 出现了一百多次 有的说一百零四次 有的是一百零九次 反正总是 在数量上 可以说是最多的一个 重要的概念 那如果你问说 孔子到底有什么核心思想 我用一句话来说 我们平常讲成先起后 就把过去的结果来 再开启后代的发展 那么以孔子来说的话呢 叫做成礼起人 礼代表礼乐 是周公之礼作乐 那到孔子的时代呢 已经出了问题 叫做礼坏乐崩 那孔子把它接过来 接过来怎么办呢 他开启的是仁 仁义的人 简单来说就是 当外在的礼乐 不再能够成为 行为规范的时候 不再能够分辨善恶是非 让你照着去做的时候呢 你怎么办 你只有设法 由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 外在不再能够规范你 只有靠自己内在的力量 来规范自己 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让你从真诚引发力量 由内而发 让自己做该做的事 从被动变成主动 不是为别人 而是为了我应该这么做 我是一个人 所以我要行人 我要行人意 所以孔子说 一个人巧缘吝啬的话呢 很容易只注重外表 而忽略内心真诚的情感 到最后跟别人来往 都是做戏做秀 浪费了大好的生命 太可惜了 今天呢 我们把巧缘吝啬当作一个术语 有时候说 你这个人巧缘吝啬不好 但是 如果你去找工作 假设我大学毕业了 找工作 我学孔子的刚义木讷 表情很矮板 说话也吞吞吐吐 那怎么找得到工作呢 今天找工作 当然要巧缘吝啬了 说得很动听 表情很热络 让老板看得很开心 觉得这个是个人才 可以用你 那怎么办呢 我们学儒家的经典要记得 孔子说 巧缘吝啬 很少有真诚的心意 他说很少有 不是完全没有 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呢 设法提醒自己 不妨巧缘吝啬 但是呢 一定要有真诚的心意 只要我有真诚的心意 巧缘吝啬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表达我对别人的尊重嘛 如果你到任何地方都板着脸 说话都是 有一句没一句的 那别人看到你 也就觉得很严肃 保持距离 这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 就要了解 要看准 孔子说的是很少 代表说你不要太注重外表 任何外在的言行表现 都要基于内心的真诚 这才是儒家真正的教导 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嘛 你每一次都选对的话呢 人生越来越充实圆满 你如果选错的话 恐怕就要用以后的正确选择 来弥补前面做错的事情 在今天这个社会上 巧缘吝啬有时候 表示对别人的尊重 我们讲到这简单的一句话 从你尽量不要巧缘吝啬 因为那样子很少有真诚的心意 从这里出发 我们看到在孔子口中 在轮运里面 第一次看到人这个字 特别重要 虽然说他前面讲的 只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四个字而已 但是我们发挥的时候 就要知道这是个开头 后面很多地方谈到人 那你都要有这种理解 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 人的本性 人生应该走的路 以及人生的完成 在于什么 人生是充满变化的 所以孔子教学生的时候 最难的就是 怎么样去折散 你每一次怎么做选择 因为人生就是 不断选择的过程 你每一次都选对的话 人生越来越充实圆满 你如果选错的话 恐怕就要用以后的 正确选择来弥补前面 做错的事情 这一来生命不是耽误的 所以我们学儒家的时候 像巧缘定射嫌疑人这样的一句话 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当然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 在今天这个社会上 巧缘定射有时候表示对别人的尊重 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 如果没有巧缘定射的话 别人说这个人讲得不好听 他讲得太矮板了 那这样的话就无法让我的心得向各位介绍了 所以如果你有真诚心意的话 那就不是问题 我非常真诚的把我的心得跟各位介绍 我在表达的时候 可以说得婉转一点 说得动听一点 这是我们传播媒体 对于主讲者的要求 这种要求是合理的 我们在平常生活上跟别人来往 也是一样 大家相处气氛和谐 但是又有真诚的心意 否则的话本末倒置就很可惜了 不但不像是儒家的思想 反而变成一种银河世俗 而忘记自己内在的自我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谈到巧缘定射嫌疑人的时候 在《轮运》里面这段话不只出现一次 在另外一个地方 孔子说过 巧缘令射巨公 他说一个人说话美妙动听 表情讨好热络 态度又过分公顺的话 左邱明觉得可耻 我孔子也觉得可耻 为什么 因为你只知道讨好别人 态度又过于公顺 而缺乏真诚的心意 左邱明是鲁国的史官 孔子非常佩服他的 那么孔子说你看左邱明认为一个人应该以真诚为主 否则很可耻 孔子也认为这也是可耻 可耻的耻这个字很重要 我们常常提到在轮运里面会出现一些有关情绪的描述 比如说怨啊 孕啊 乐啊 乐啊 都是有关情绪方面的描写 同时呢 耻这个字也是一样 耻这个字代表什么 羞耻心 西方人常常觉得说 我如果没做好事 我有罪恶感 对谁觉得罪恶呢 对神觉得罪恶 因为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呢 常常强调人跟神的关系 人在神面前呢 都不完美 常觉得自己有罪 而我们中国文化呢 受儒家的影响 比较强调羞耻心 羞耻心怎么来的 把个人跟团体比较 如果你达不到团体的标准 就觉得很流连 很可耻 所以耻这个字呢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呢 特别重要 儒家是想希望你能够从社会的角度 来看你一个人呢 应该达到基本的要求标准是什么 绝不能低于社会的要求标准 你只有比他更高 而比他更高的话呢 能够带来内在的快乐 否则的话 你光说你不能够 没有羞耻心 但你有羞耻心之后呢 别人也不称赞你 你也没什么乐趣 这样的话恐怕强人所难 所以在儒家思想里面呢 会特别提到 持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这一集呢 谈到 巧云丽是在嫌疑人呢 就做这样的介绍 我们就谈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